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Eduo.NET编程专题的视频讲座 我是北风王特别东西讲师Tiger 那这些讲呢,我们主要给大家讲解深入理解Eduo.NET核心对象的第四讲 Data Reader 那我们回归一下前面,我们给大家讲的第一节呢是连接对象 第二节呢是讲的这个核心对象里面的命令对象 第三节呢主要给大家讲解了这个数据实配器对象 那么这一节我们主要给大家讲的是数据阅图系对象 那在上一节我们给大家讲的这个数据实配器对象 那它主要作用是用于如何去从数据库当中提取数据 放到我们的Data Set集合当中 那这里Data Set它就类似于我们的数据库当中的一个 在我们应用程序当中的一个临时仓库 那么对于这个数据实配器Data Adapter 那么Data Adapter在不同的命名空间下面 它有不同的这个对象 这大家注意了 那么这个Data Adapter它的作用呢实际上就相当于是一个运输工具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传输数据的一个工具而已 它的作用 我们在上一节给大家类比过 比如说从这个仓库 像这个临时仓库这个运输这个数据的一个什么一辆卡车 这个Data Adapter它也类似于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这个抽水系统当中的一个什么运输水的这个管道 这个管道 水 那在上一节呢我们给大家写了两个方法 那一个呢是基于sic语句去实现的 如何去查询数据放到Data Seat当中 也就是说这个方法最终返回的是一个Data Seat 这样的一个数据集合 那这里我们使用的是Data Adapter 那么它的一个基本的步骤非常简单 那我们首先实力化这个数据实配器对象 第二步呢 实力化一个连接对象 然后呢把这个要查询的这个sic命令语句呢 在实力化这个数据实配器对象的时候 把它传进来 那最后呢实力化一个这个数据集合对象 将这个数据实配器对象当中查询出来的数据 通过Fail方法 Fail方法 然后把它填充到我们指定的某一个数据集合Data Seat 这个对象里面 那最后把这个Data Seat返回 给我们这个方法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在上一节给大家讲的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本节的这个基本目标 那本节呢我们主要需要掌握这个Data Reader 这个基本概念 Data Reader 以及呢这个Data Adapter 这个Data Reader的这个属性和方法 那第三个就是重点呢掌握Data Reader读取数据的一个基本步骤 Data Reader读取数据的基本步骤 那这是我们本节需要去掌握的三个基本要点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Data Reader基本概述 Data Reader呢 从字面上来理解啊 Data就是数据的意思 Reader就是一个读者 那么我们这里翻译过来就是阅读器 也就是说是一个数据阅读器 它的作用就是用于读取数据 从哪里读取数据啊 还是从数据库当中 对不对 从数据库当中读取数据 那我们上一节给他讲了 还有一个Data Adapter 数据实配器 它实际上也是从数据库当中读取数据 只不过他还负责了运输数据 对不对 运输数据 那这里呢 大家注意了 那比如说我们要像这个数据库当中 去读取出某一个学校啊 某一个学生的详细信息 那我们一般呢 就可以使用Data Adapter这个对象 那这个就是数据阅读器 那比如说我们这里呢 从数据库当中读取出这个姓名为毛毛啊 学校在西华师大 然后它的成绩呢优秀 那这些基本信息呢 通过这个数据阅读器对象 返回给谁呢 返回给我们的应用程序 那么这个就是Data Adapter对象 它的一个基本作用 基本功能 就读取数据啊 读取数据 那它也可以读取一条数据 也可以读取批量数据 都可以 但是呢 我们在实际的应用当中呢 根据情况 那么我个人呢 擅长的就是 一般的用在读取一条数据 如果读取批量数据呢 我们一般可以使用 Data Sit去保存这个数据集合 就是多条数据 那这个是Data Reader的一个基本应用啊 它的一个概述 最简单了解一下 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对于Data Reader 这个数据阅读器对象 它不同命名空间 这个数据阅读器的这个对象 那么和这个Data Adapter 和这个命名对象 Sicre Command Command命名对象也是一样的 那么在不同的命名空间里面 它对应的这个对象呢 也是不一样的 那这里同样的 我们刚 我们之前呢 给大家讲了 这个A6.NET 它实际上支持 很多种数据员 比如说支持Sicre Saber数据库 这是这个OXY数据库 这是ORAC数据库 还支持ODBC 对不对 ODBC 那这里呢 那么 既然支持的话 它这里在里面就提供了这些组件 这些命名空间的组件 那不同的命名空间下面 对应着不同的A6.NET的核心组件 那这里呢 对于Sicre Sicre 那这里使用的是Sicre Data Reader 这个对象 如果使用的是这个OLEDB OLEDB 那这里呢 一般我们使用的是OLEDB Data Reader 如果使用这OLEDB提供程序呢 我们可以使用OLEDB Data Reader 如果使用的是ORAC 那我们就可以使用ORAC Data Reader 那这是几种不同的 那具体呢 在实际的应用当中 大家呢 实际上它的基本的功能呢 是类似的 基本功能是类似的 只不过在不同的这个对象当中 它的这个Reader对象是不一样的 这个大家理解一下 因为呢 不同的数据库 它的Sicre语句的很多语法呢 是不相同的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理解一下 这个Data Reader 它的主要属性和方法 那第一个是 常用的一个属性 Hasos Hasos呢 就是它是否返回了结果 那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这里呢 两个方法 那一个是Read的方法 这个Read的方法呢 它会返回一个布尔茨 那就是前进到下一行记录 那它在读取的时候 那读取的时候 如果下一行记录呢 有值 它就返回处 如果没有值 它就返回Force 那么这个呢 也通常是我们在 这个执行这个批量数据 的这个绑定的时候 那么循环的时候呢 一般我们可以通过Read的方法 来进行判断 它下一行数据是否还有值 那么如果有值呢 我们就可以了通过Read的去 继续的循环 通过Wire循环 如果没有值呢 就结束循环 那这里还有一个Close Close呢 就是关闭月主期对象 那对于这个数据啊 读取完了以后 一般呢 我们就可以了使用Close呢 把它进行关闭掉 这是它几个常用的属性 和常用的方法 大家这里呢 先了解一下啊 有这么一个概念 第一个是HouseRose 这个是Read的 就是第三个是Close 了解一下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呢 来看一下 对于DataRead的 读取数据的一个基本步骤 那对于DataRead的数据读器 那么我们使用它来 检索数据的一个基本步骤 那首先我们需要去创建 命令对象啊 同样的 第二个呢 就是需要去调用 这个ExecuteRead的方法 来创建这个DataRead的对象 这里呢大家一定要注意 那我们前面给他讲了 这个这个我记得好像是在前面啊 第一节的时候就给他讲过 这个DataRead的对象 它是不能够直接通过New去实力化的 它必须能通过这个Command的命令对象的这个ExecuteRead的方法来创建DataRead的对象 去创建 这里大家一定要了解一下 也就是说 调用ExecuteRead的方法 那它就可以呢 根据我们这个查询命令 那把这个 查询的结果 然后创建一个DataRead的对象呢 复制给这个数据阅读器 然后我们就可以呢 使用这个返回的这个数据阅读器 的方法啊 这个一个Read的方法来进行逐行的去读取相应的数据 那第四个步骤就是读取啊 这个某一列的数据啊 那么这个 比如说我们要给哪一个复制 那我们就可以呢 通过这个DataRead的 然后 那这里呢 你可以把这个DataRead的对象呢 把理解为一个数组 那我们取数组呢 这里呢 可以根据它的这个数组的索引去取 但是这里呢 还有就是说 你也可以根据它的这个列的名称去取 啊 列的名称 然后当然取出来以后 那比如说这个数据 在数据库当中 它本身的数据类型呢 是int 那你必须还给它转换成相应的 int类型 如果是实距类型 别必须还给它转换成实距类型 这一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然后最后一个步骤就是读取完以后 那我们就可以呢 对这个阅读器对象进行关闭 这里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我们阅读器对象 你如果你还没有在应用程序当中 那没有给它读取完 你是不能够对它进行关闭的 这里呢 呃 我通常呢 给学生举这样的一个例子 这个就好比 同样的是抽水啊 抽水 那么我们这里呢 使用这个reader对象 读取数据的时候 它实际上也是一种 类似于这个抽水系统当中 抽水的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抽水呢 有两种方式 那第一种呢 是可以直接把水抽到这个水池啊 囤积起来 当我们要使用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直接从水池里面呢 再去再去取水 那这个过程呢 就有点类似于我们在上一期给大家讲的这个data adapter 数据实费器 那我们数据实费器就先把数据放到一个临时仓库当中 当要我们用程序当中要使用的这些数据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从这个data set临时仓库当中呢 去取数据 那就是这个基本过程 那第二种抽水的过程就可以是 可以呢 把这个水呢 直接抽到哪里呢 直接抽到我们的这个 呃 这个庄家地啊 庄家田里面啊 来使用 那这也是一种抽水的过程 那么这个就类似于我们今天这一讲 给大家讲的这个data reader 就是 直接把这个数据读取到用户的这个客户端 也就是我们的应用程序里面啊 某一个数据空件上面 当然了 在绑定这些空件之前 那我们是不能够关闭这个阅读器对象的 也就是不能调用close方法 那这个就类似于我们抽水过程当中 如果说你直接把这个水抽到庄家地里面 或者庄家啊 田里面啊 那么如果在抽的过程当中啊 你就把这个关闭了 这个机器关闭了 那你想这个水还能不能抽呢 那肯定就不能抽了 对不对 那也就是说 就失败了 那这里是也实际上是一样的啊 效果上是一样的 也就是我们在没有读取这个数据之前 那你的这个数据呢 是不能关闭的 这个数据阅读器对象啊 一个道理 那只要大家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呢 我们去写相应的实例啊 应该说理解起来就更简单了 这里呢 大家看一下就可以了啊 这个data reader使用后必须关闭 是使用以后啊 不是说如果你还没有使用 那你这里就关闭 这个肯定是不对的 那接下来我们通过实例呢 来给大家简单的 简 这个演示一下 这里我们还是 接着我们上一节所讲的这个 是一个Heper 那我们封撞一个啊 对数据库操作的一个类 那这里呢 我们已经封撞了 这个添加修改 删除的一个方法 以及封撞了一个查询 那这查询的反复 就是一个数据集合 这里我们可以把理解为 反复的是一个临时仓库 这里呢 我们实际上它的一个重载啊 这个方法重载 那这个体现了这个面对象 思想的这个多态啊 多态的思想 那这一节呢 我们主要给大家讲的是 data reader 所以说我们这里呢 返回一个data reader对象 data reader对象 这个data reader在我们当前呢 这个数据库 我们这里使用的是 SegSaver数据库 因此呢 那这里使用的这个命名空间 是cycle-clinked 那这里呢 对应的是cycle-data reader 不同的命名空间 它是提供了一种 这个SegSaver数据库 进行止读流的一种方式 那这个内容是不能够继承的 然后我们这里呢 然后我们这里呢 snact-cycle-return-data-reader 那我们这里 还是先写一个方法 写一个基于cycle语句去实现的 那基于cycle语句呢 注意了哈 这个是基于cycle语句返回数据阅读器 这个是阅读器啊 对象啊 这个一般 这个是个语句应该怎么写啊 一般呢 我们说它可以执行一个批量的 也可以执行一个 这个查询单条记录的 那我们 但是呢 大多数情况下 我们一般会用在执行单条记录 因为批量的数据呢 我们可以使用上面这个啊 where urid等于 比如说 123吧 就这种啊 查询出 它对应的这个结果 但是这个同样可以使用参数 同样可以使用参数 来进行表示 那如果使用参数的话 那么 我这里还应该有一个数据 我专门用于给这个参数复值的一个数据 那我们这里呢 就直接通过传值 组装了一个字母串 相当于 反而是一个 dea reader对象 同样的啊 我们需要呢 去实力化一个连接对象 这样实力化 实际上就是new 就调用它的构造方法 那这个调用它构造方法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my什么 这个属性啊 当前这个类我们定义的一个my config string config 这样的一个属性 然后实力化了这样的一个对象 那然后呢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对象的什么 可以使用这个对象的 ok这个就不用管了 然后呢 我们可以实力化一个命令对象 因为这个secure data reader 它是通过这个命令对象 去创建出来的一个数据集合 因此呢 我们这里呢 要去实力化命令对象 注意了 命令对象实力化过程呢 和我们上边执行这个insert update 就是这个方法是一样的 首先传一个命令 然后再传一个什么 连接对象进来 然后呢 我们执行之前呢 首先应该去判断if 当前这个连接 如果它是closed的 如果它的状态啊 它的状态state状态 等于这个连接状态的什么closed 那我们可以呢 去打开 这个连接对象 open 然后打开连接对象以后 我们可以 通过这个命令对象 它的execute的reader方法 去创建一个 这个数据读器 当然它在创建之前呢 它就会根据我们这里的 这个sicle语句 去查询 对应的这条数据 那把查询的数据呢 就返回给谁 返回给这个数据 阅读器对象 这里我们可以声明一个 sicle data reader reader对象 OK 也就是说这里 通过cmd 这里把查询出来的结果 这个sicle语句查询出来的结果 返回给我们这里声明的这个reader对象 那现在数据呢就在这里面了 那数据在这里面以后啊 大家注意了 在这里面以后呢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结果呢 返回给reader reader啊 返回这个reader对象 给我们的方法 OK 那么大家可以呢 先看一下 这个有没有问题啊 有没有问题 那有没有问题呢 各位 那我们刚才给大家讲了 我们在PPT里面呢 有个开发步骤 大家看一下 那这个开发步骤 最后一个就是关闭什么 大家reader对象 关闭啊 那这里呢 我们在这里有没有关闭啊 各位 在这里有没有去关闭这个连接对象啊 这个reader对象 没有是吧 没有 那我们也没有去关闭连接对象 是不是 也没有关闭连接对象 那这个会不会出错了 啊 比如我们这里呢 需不需要 在这里 就关闭 reader对象 close 这肯定是不得行啊 不得行 那如果你在这里已经关闭了 让我们在用程序当中去调用这个方法的时候 那他又从哪里来得了数据了 对不对 哎 他根本就啊 获取不了这个数据 所以说这里呢 是绝对不能够关闭reader的 还有 那这里能不能关闭连接对象呢 各位 我能不能在这里关闭连接对象呢 可不可以呢 同样的是不行的啊 同样也是不行的 为什么呢 这我刚才给大家讲了 这就像抽水一样的 那如果你在抽水的时候 你把这个水龙头从这个水磅啊 从水里面提取出来啊 提出来 那这个水还能不能抽啊 那肯定抽不了了 对不对 只能抽空气了啊 那这里 也就是说这里呢 是绝对不能关闭的 那可能有同学会想 哎 那么我们这里呢 关闭不了 那这里 他是不是 这个连接对象就一直呢 占有着 一直占有着 是不是 啊 一直占有着 那什么时候才关闭呢 注意了 当然呢 donate小组呢 在给我们设计 这个核心对象的时候 实际上已经考虑到了 那这里面 我们在调用这个excuse reader方法的时候 那可以使用下面这个 重拽方法 那这个方法 他看没有 里面应该传一个什么 command behave 这样的一个对象 command behave 它是一个枚局类型 那这个枚局类型里面 提供了多个枚局值 那这里呢 我们使用是close connection close connection 什么意思呢 close connection 就是说我们当 啊 我们读取完 这个阅读器以后 在应用程序当中 比如在这个 foam窗帝里面 然后去调用 这个reader对象的close的时候呢 他会自动的去关闭 当前这个连接对象 啊 他会自动的去关闭 这个连接对象 就这个意思 大家了解一下 就可以了啊 那就是说我们在 这个方法 封装这个方法的时候 我们不 不需要去关闭 连接对象 那我们在应用程序当中 读取完以后 他会自动的去关闭 啊 他的这个连接 啊 这里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那这里呢 我们还可以呢 来给他写一个 他的重载方法 啊 那么这个重载方法 我们同样的是为了 适应不同的 这种开发模式 那我们的i6多内的编程里面呢 常用的开发模式 一种是基于数据 基于这个sack语句 另外一种呢 是基于存储过程 那这里呢 我们第二个啊 就是可以呢 实现基于存储过程或sack语句 啊 那么这个我还是使用上边 基于啊 实现对数据库的查询操作 这个是啊 查询 基于sack命令 或基于存储过程 那这里 我们同样的给他定一个什么 command type 就是命令类型啊 还有一个就是参数 那刚才我也给他讲了 如果说我们这个sack语句当中 有参数的话 那什么叫有参数的话呢 那这个参数呢 比如说这里啊 同样的 那这个sack语句 它传的不是一个值呢 它这里是传的是一个变量 参数就相当于是个变量嘛 是不是 传的是个变量 那这个变量呢 是在这个里面给他负的值 在这个数据里面 对应的这个变量呢 就有一个值 那么这里 我们也就是说 最终呢 把这个数据呢 传到我们的数据库服务器端的时候 还需要 把这个数据来一起传过去 就这个意思 那这里 sack 同样的啊 去实力化这样的一个对象 当然在实力化的时候呢 我们同样把这个属性啊 这个字段 这值取出来 复制给他 比如说实力化这个连接对象 然后呢 实力化命令对象 那这个实力化命令对象 和刚才呢 是一模一样的啊 一模一样的 sack 然后指定他的连接对象 就是我们实力化的连接对象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去判断了 判断什么呢 各位 判断这个数据 它是不是等于浪的 并且呢 这个数据的长度 那必须要大于零 那说明呢 它里面才有元素 对不对 那有元素呢 我们才能够像我们的数 像我们的什么 这个 这个命令对象 添加参数 这个定一个P的一个变量 注意啊 这个定一个P的变量就可以了 这里注意啊 是Foreach Foreach啊 Foreach 就是通过这种Foreach的循环机制来进行处理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处理了啊 通过Common的命令 然后这里呢 有个 集合 添加进来 这个参数集合 Permeters 参数的意思啊 通过这个呢 把这个数据里面循环 每次循环取出来这个参数呢 添加到这个命令对象的参数集合当中 命令对象的参数集合 它最终会和这个四个语句一起呢 发送到啊 这个数据库服务器端 然后执行 然后返回相应的数据 那这里我们还需要指定它的命令类型 那如果这个命令类型呢 呃 等于 等于我们这边指定的 指定的啊 这是个枚举类型 EF OK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呢 去实力化一个 sicle 嗯 data reader 的一个阅读器对象 啊 实力化 然后使用command的这个命令呢 去execute 调用execute reader去读取 当然读取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使用command的 这个behave close connection 这个方法 啊 这个属性 那这个枚举类型什么意思啊 刚才已经给大家讲了 就说当我们 呃 这个命令行为 关闭这个连接的时候 关闭这个阅读器对象的时候 他就关闭这个连接 那也就是说避免了我们这里呢 手动的去关闭这个连接对象 如果我们这里关闭这个连接对象以后 那这个数据 他肯定是返回不到啊 我们这个 客服 客服端的啊 这里呢 reader retorn reader ok 那这是我们 使用 对他reader实现的一个基本的功能 呃 那么这里呢 返回的是一个数据读器 这个方法呢 同样啊 也是上面这个方法的一个重载方法 啊 他的主要作用呢 就是适用于 这个基于cycle 和基于存储过程的 这个查询啊 那这是我们本节主要给他讲的一个基本的 就是要点 那么是 data reader 我们这里再简单回顾一下 那第一个呢 是给他简单讲解这个data reader的作用 就是用于读取数据的 然后这个数据呢 是可以进行批量读取 也可以进行单读 读取一条数据 呃 那么这里 他的主要成员 还是reader 这个close 这些方法呢 我们只有呢 在最终调用这个data reader 这个数据对象的时候 我们一般才会使用到 他的属性和这些方法 呃 那这个是他创建的一个基本步骤 首先呢 同样创建一个命令对象啊 然后掉用execute reader的对象 去创建这个reader 然后通过这个方法去读取 这是他在应用程序当中的一个基本使用 包括在 呃 如何去读取他里面的数据啊 那么这个读取数据 我们后边呢 会详细给大家讲啊 那这里呢 我们先给大家讲一讲 如何去从数据库当中读取过来 返回到我们的data reader当中 那至于从data reader当中 又如何把数据呢 返回到我们的界面 以及返回到相应的空间上 那这个呢 是我们后边会给大家讲的一个内容 那今天这一讲呢 我们就主要讲的这些啊 内容啊 那么最后呢 我们还是简单给大家推荐一下 就是我们在北风网啊 发布的一些其他的视频教程 那么这些教程呢 都是基于企业实战的一些 医用开发 那么第一个呢 是三层结构啊 一个典型三层结构的一个 一二行业的ERP系统 那这个呢 也是我之前呢 呃 在 也就是我在软件公司啊 做的一个ERP系统 那里面呢 主要涉及到很多的一些 呃 这个技术要点 以及工具软件的使用 那大家呢 可以呢 去看一下 有兴趣的朋友 那对于技能的提升呢 应该说至少呢 应该可以提升你啊 一到两年的这种工作经验 然后下边这个是基于 SB.NET旗下的这个 这个科技公司网站开发 那如果你能够熟练的掌握这个的话 那你出去接一些外博项目 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啊 那么一个项目至少呢 啊 一到两千是一些啊 小 这个小项目啊 一般一般都是一到两千 那我的一些学生呢 通过啊 培训了这个项目以后 那么就可以了 自己呢 去接一些项目来做啊 暑假的时候 那么也能够基本上 挣点学费啊 挣点生活费 也是没任何问题的 然后下边这个是 林口技术的中国啊 这个电信旗的IPTV客户端 视频媒体管理系统 这个呢 大家啊 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一些前沿技术 啊 以及呢 结合这个A6.NET编程等等 以及这个商业 WinForm的系统 它的界面的这个设计 那么还有就是 关于存储过程 还有这个关于 DONET面试专题的视频讲解 那这个呢 总共有60多集啊 总共有60多集 那么每一集都给大家讲解了 肉干的一些技术要点 以及知识点 那么大家呢 下来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去了解一下 这些啊 视频教程 那今天这一讲 我们讲到这里 下一讲呢 我们将继续给大家讲解 关于A6.NET的核心对象的 其他方面的一些知识 那我们下一讲再见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